《法國觀點週刊》週二刊登社論 標題指出 肆虐全球的病毒不是中國病毒 而是共產病毒 文章認為 中共應該從三個方面對疫情負責 一 放任國內市場買賣野生動物 為疫情起源提供了有利條件 二 疫情發生後扼殺相關信息 處罰吹少人 導致疫情蔓延 三 散布假消息 推卸疫情責任 甚至嫁禍美國 社論作者呂克·德巴魯奇指出 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媒體 完全被中共控制 疫情證明了這種專制制度的危害 文章還說 中共還想通過建立國際體系 輸出專制模式 利用一帶一路將其危害擴展到全球 社論說 西方人一直認為 經濟全球化將使中共政權走向自由和民主 這是非常錯誤的 《觀點週刊》近日還發文 揭露武漢病毒研究所P4實驗室歷史 法廣日前曾揭露 法國專家幫助建立武漢P4實驗室 彈珠部被排除在外 沒有能夠參與實驗室工作 外界質疑 中共病毒的起源是武漢P4實驗室 新唐人記者 畢新慈 名譽 綜合報導 都知道 inches estens 但可能你是非常感人的